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那麼這個請教一下玲玲 她陳松永沒有結婚 是 為什麼 其實雍北她四十幾歲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女朋友二十幾歲 教了一個年輕人妹妹 但是後來大概也個性不合什麼 就分手了 分手之後 他就真的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他真正正式有什麼緋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新聞 狗仔從來沒拍過他什麼 他就講說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大家知道他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是七頭小孩 然後進了禮異圈之後 是開始做靈演 還有搬東西 搬道具這樣 那時候沒有錢 他說那時候沒有錢追女生 女生不理他 人到等到他有點錢的時候 又怕人家女生跟他在一起 是為了他的人呢 還是為了他的錢 那他乾脆就 反正沒有小女生會喜歡 我就算了 是是 那麼佩曉蘭說 老公馬如龍過世後 他從來就沒有再見過陳松永了 他回憶他最後見到陳松永 是馬如龍在回診的時候 在醫院跟陳松永相遇 佩曉蘭說當時馬如龍跟陳松永說 你來便宜再加一罐酒 陳松永的回話是 我現在是來到過台 在冷藥 我剛才在醫生面前 沒喝是給他面酒 這個真的是 這個很特別的人 因為他沒有結婚 那麼沒有子嗣 那有一個乾兒子 這個請教一下 林玲 就是說你這邊也有個案例 是個女性長輩 他也是有個乾兒子 是這樣 我一個長輩 我就叫他大姐 他在臺南 那年輕的時候 跟先生兩個一起打拚 那做得也還不錯 就是小生意做得也蠻好 也賺了不少錢 在臺南買了很多房子 那那個時候 先生可能因為操勞過度 就走了 那在他五十幾歲的時候 那是小孩都已經送到國外 他一兒一女都送到國外念書 那這個 我這個大姐就單身 對 單身了 對對 那時候公司要招考 一個工讀生 然後就有一個小男生進來 那個小男生大學生夜間部 那長得呢 哇 這個是眉清目秀 文職彬彬 因為只打工嘛 家裡面也窮 那也是孤兒寡猛的 所以很窮 就就在那邊打工 那打工這個小男生 我這個大姐 就覺得這小男生做事蠻勤快的 也很聰明伶俐 然後開始就叫他當司機 所以有時候我們跟他見面吃飯的時候 這個小男生的車子開過來 然後幫他提東西 像儼然就是私人助理 我們就心裡 你知道 邪惡的我們 心裡就想說 這也是小鄭跟莉莉的故事要上演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哇 阿爺啊 你現在是吃 他有去補肉球的時候 他就講說 沒有啦 那小朋友你們不要亂講 那小朋友很乖 他跟著我跟著這麼久這樣 跟著跟著這個小男孩呢 也畢業 大學畢業了 畢業之後呢 繼續在公司上班 當然就不是在做工讀生了嘛 就在裡面給他做一個 這個企劃部的一些工作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加重他的責任 工作量 到後來呢 這個 因為這個小男孩 他是讀生嘛 就是從臺東到臺南去工作的 因為那學校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留下來 那這個 那這個 我這個阿姐 就覺得說 這小男生 說真的薪水也不高 那你要租房租住什麼的 比較多一萬 你來我們家住好 不得了 孤男寡女 對不對 誰知道會出什麼事情 雖然我們阿姐有一點年紀 但是保持得很好 阿姐也幾歲了 那時候他差不多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 一個才二十來歲 一個才二十來歲 頗有知識 我們想說不得了 不得了 這一處進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不知道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提醒 我們阿姐講說 這個男的 你這樣會不會引狼入室 萬一這男的對你有什麼企圖 或是要幹嘛 或是要 你真的要小心 結果真的後來 這個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這個男生 阿姐還幫我們這個 他這個乾兒子 所謂的乾兒子 介紹了一門親事 介紹了一門親事之後 然後這個兩個就交往 就結婚了 結婚了 連老婆一起帶進來 跟我阿姐一起住 那我就想說阿姐你在國外 那兒子女兒難道不會講話 對 很奇怪嗎 對 那我阿姐講說 他們都在國外 也不回來 這個 我這個乾兒子住進來 不但老婆住進來 然後在那邊生小孩 生了小孩也跟到現在 還住在一起 我阿姐現在七幾歲了 那個乾兒子跟那個乾媳婦 對他真的是孝順的不得了 對他非常非常好 孝順有加 那然後我們講說 他那兒子女兒呢 因為認識很多年了 看媽媽這樣他們也放心 就是一直很放心 可是重點來了 大家想的應該跟我一樣 那你的財產要怎麼分配 對不對 我們有你那麼邪惡嗎 不是 邪惡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那個財產怎麼辦 好好研究 不要被乾兒子拿走啦 對 重點就是我們就開始 你知道邪惡了我們 那邪惡限制我們的想像 就開始挑撥 你要小心 這個全家 你到時候請神榮譽送神難 對不對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醫師問那個好奇 問我們那個阿姐講說 那你那個有沒有隸屬 你那個財產有沒有想好 怎麼分配啊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那個阿姐就講說 其實這個先不談 他講說這個兒子 這個乾兒子住進來之後 真的都是他在照顧 這個阿姐去醫院 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 真正的親生兒女都在國外 反而是跟他沒有任何 血緣關係的這一家人 跟他一起住 所以他是很感嘆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阿姐 想怎麼處理他的財產 真的是他的自由 對 他自己賺的對不對 對 人世間就是沒有辦法這樣 子女不同意 子女一定有很多想法 後來我們真的處理到太多 你有沒有陪伴媽媽 一樣問題啊 也常常例如說家裡長子在照顧爸爸媽媽 跟長子住 那等老了以後 那二子三子或外面女兒 他也覺得我也是你小孩啊 為什麼你什麼財產都給長子 可是要照顧的時候 沒有想到那個長子在照顧 可是要分財產的時候 想到我應該跟你一樣多 那你又說好 那不要一樣多好了 那到底怎麼樣算公平 所以這個都是千古難解的問題 阿姐六十幾歲 跟那個二十幾歲的小男生 有沒有什麼曖昧的情緒 真的啊 我跟你講 不管有沒有曖昧 有曖昧也好 沒曖昧也會感謝他 這種事情超級無敵多 我們手上遇到 你應該這樣子講 一些有錢人 他年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例如說行動比較沒那麼自由了 有人真的很好心的照顧他 譬如說這個年輕人或甚至比他年紀小一點 再這樣照顧他 到最後我如果是這個長輩 我的想法會怎麼樣 我是不是要謝謝他 就像這個幽默 你給他兩百萬 或者是說我送給他什麼 大部分都會這樣想 可是外面人不是這樣看 你來照顧他是不是為了他的財產 對啊 那大家就來開戰 變成是這種狀況 不過如果阿姐 我覺得一個年輕人 譬如說這麼年輕人 然後聽他的話 我覺得他心情 應該每天過得比較愉快吧 對啊 當然啦 不一定有肉體關係 可是至少心情好 活得比較久啊 對啊 眼睛沒有業障啦 眼睛不會有業障啦 眼睛沒有業障啦 上面有的時候眼睛沒有 要不要傷眼睛啦 吃虛氣補眼睛啦